已经六十四卦代表了宇宙人生中的六十四种情境 真卦告诉我们要去了解万事是起头难的 松卦的精神是什么 叫做圣谋能断 皮卦告诉我们就是说 当你在行不通的时候 你最好装霜最好装傻 解卦书词深入浅出 浅龙他的谣词叫做浅龙乌用 这个乌用不是不用 乌用怎么说不用呢 乌用就是要用 那不用就是废物 坤卦呢 他的卦词 圆亨立聘马之争 聘马就是母马 像母马一样追随着公马 这就叫做什么 叫做夫畅复识 你说太太一定比先生不行吗 我都不相信 但是为了整个的家 我让你没有后顾尊忧 我成全你 这才是比创造更伟大的 经典故事 古为金勇 可明一生 就是在九二窑没有掌握的好 历见他人 过分表现 当时刘飞是非常的高兴 但是事后想想 这还得了 那以后天下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 所以当你得到机会 当你受到上面的提罚 当你得到很多人的赏识 你要特别小心 不能表现过度 表现过度 以后日子就很难过 独特视角 启迪智慧 哦 你看到尼古会倒霉了 这种迷信呢 其实也是好意的 就是为了保护尼古的安全 尼古一出来 看那个尼古 还觉得蛮漂亮 那尼古就倒霉了 那就不安全了 所以我们就说 看到尼古会倒霉 你赶快再看 歸鞋幽默 欲教欲乐 赢的人要装没赢 输的人要恩称 装没输 那才是最高兴 你只要让他 感觉到所有人都看到我输了 那他就没有面子 没有面子他就抱回你 你就吃完蛋了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 感悟一惊的智慧 大型系列节目 一经的智慧即将播出 惊醒观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